在这儿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通过它来演示降噪材料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首先我们要设置一个噪音源 我们都知道这个噪音是由一个点发射出来 然后像扇面一样的 像周围传播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用手里这个激光笔来代替这个声音的音源 首先如果 当然如果是这样 单纯的这样去操作的话 那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个音源是成一个扇面 发散过去了 所以我在前面增加一个发散头 这样的话就会很直观地演示出来一个 噪音的扇形的区域 就像这样 好 现在演示的是 没有这个任何中间没有任何降噪材料的时候 噪声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会直直地传播到这个背板上 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噪声的存在 好 那现在我们在中间加上一个降噪材料 降噪材料啊 它不光是像表面上看的有很多的细小的小眼 它其实它里面也有很多 有非常多大量的这种 中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 孔洞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当噪声传播过来的时候 就会被中空的这样的结构 反射 削减 折射 吸收 这样的话呢 传递到对面这个背板上的噪声 像这样就会大量地减少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如果前面没有任何材料 那么 它的噪声是直直地传播过去的 但是呢 如果增加了这个吸声的材料 吸收 折射和减弱 那最后这个噪声 就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削减 这也就是降噪材料的一个工作原理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当多数激光通过这个隔音箱后 只有少数光线穿过了隔音箱 而大部分的光束 都被这个箱体的内部结构阻打 其实 这就是吸音材料的作用 我们常见的吸音材料 都是具有孔洞结构的压缩板材 这类材料的特点 就是利用板材的孔洞 吸收折射声波 让它们无法按照一个方向传播 这样 我们人耳接收到的声音分贝 就会变低